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乐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955集梦境 他似乎知道 但是不愿当着我的面说 也是 佛门和无神教有勾结 打算解开纳兰天路的封印 徐清安审视着和尚们 目光停留在静心和尚空荡荡的双手 静心大使 你手中那颗珠子呢 没记错的话 之前擦身而过时 徐清安清晰的看见珠子里 映出了浮屠宝塔第一层的景象 不出意外 珠子的作用是将浮屠宝塔内部的场景 反馈到外界 让灵慧是一二步和杜难金刚 可以看到塔内的场景 虽说双方达成协议 但同时也在互相猜忌 珠子是维系他们合作的重要桥梁 此处既是梦境 珠子自然带不进来 静心和尚给出了解释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并不是真身 而是意识 进入纳兰天路的梦境 徐清安摸了摸下巴 过了一阵 越来越多的人抵达第二层 首先是袁毅 李绍云 汤原武 以及东方姐妹等四品高手 以他们的资质 在任何势力里都是中流砥柱 多以佛门来说 能踏入四品的武夫 当然也是有佛性的 随后是雷州本地的江湖豪姐们 人数缩减了三分之二 进第一层石 差不多有五六百人 但此时只剩下两百人不到 这是哪啊 哇 不愧是佛门之邦 自成一片世界 这里的土都是真实的 石头也是真实的 群雄议论纷纷 好奇心旺盛的人 甚至抓起一把土 放嘴里品尝 然后呸呸地吐出来 柳云迅速和同门 门主汤原武会合 而后在人群里固盼搜寻 终于看见了那席轻衣 他对这个男人非常关注 这无关什么女子心思 纯粹是对神秘高手的重视 首座恒音和尚高声说道 诸位施主 这里是纳兰天路的梦境 我们所处的地方 是二十年前的山海观战役 眼前的场景 则是佛门高僧 围杀纳兰天路的地方 当着我的面 拿我的情报换人情 许强看了恒音一眼 原来如此 多谢大师告知 纳兰天路是谁 雷州本地的江湖人士恍然大悟 跌跌不休地问起来 当下恒音把纳兰天路的身份告知众人 竟然是二品语师 二品啊 佛门的确强大 江湖人士脸色古怪 或感慨或震惊或忌惮 二品语师在他们眼里 是渴望不可及的存在 是神仙人物 而这样的人物 竟然被佛门镇压在此 东方宛容闭着眼睛 许久后睁开传音 我感应不到师父在哪里 这意味着他没有自我意识 这里确实是梦境 是他的梦境 东方宛清点点头 如何破局 东方宛容摇了摇头 再看看 再看看 说话间 画面陡然变化 众人发现自己置身在大帐中 一位白发白须的斗篷巫师 坐在手座 长条桌边 是身负铠甲的将领 和穿斗篷的巫师 许清安从这些人里 看到了一个熟面孔 努尔赫家 南妖与北方妖蛮结盟 试图光复万妖国 南方古族则想趁机动摇大方国运 西域佛门与妖族仇身四海 不愧袖手旁观 大方与佛门势必联手 纳兰天路环顾张内众无师 与我巫神教而言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只要我们加入战场 彻底打垮大方和佛门 就能与妖族 谷族 还有蛮族 共分九州 沁国国军 夏侯御书问道 为何不从南边边境 侵扰大方 诺尔赫家缓缓摇头 大方军队兵分两路 一路集结在山海关地结 一路陈兵在东北三州边境 放的就是我们 山海关战事如火如土 要满河谷族处于劣势 除非我们能在短期内打穿半个大风 濒临京城 否则 一旦山海关战事平息 大风和佛门就有时间抽兵对付我们 纳兰天路汉手 因此我们得在山海关于大风 佛门一战顶输赢 当年大风欠我们的债 该还了 一名巫师节节笑道 大风的三军统帅是那个叫魏冤的燕人 中原无人虎啊 中巫师和将领大笑起来 彼时的魏冤虽已有过击退妖蛮的战绩 但那场战争相对于席卷九州各大势力的大规模战役而言 只是微不足道的胜利 雷州江湖人士旁听这场会议 瞠目结舌 还真是山海关战役啊 他们面露意思 山海关战役发生在二十年前 于他们来说是一场规模浩大 却无比遥远的战争 此时亲眼目睹无神教高层商议 有种历史走入生活的荒诞感 同时也很震撼 另外 他们得知山海关战役的部分内幕 这场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最惨烈的战争之一 本质上是九州各大势力矛盾达到巅峰的表现 甲子荡腰中被灭国的南腰企图复国 古族试图动摇大奉弃运 巫神教向大奉所债 这纳兰天路说我大奉欠巫神教的债 什么债 政府将军李绍云皱眉 他同时问出了其他人的疑惑 东方宛容淡淡说道 大奉高祖皇帝创业时数次兵败 某次穷途末路向巫神教借兵二十万 答应推翻大昭后奉巫神教为国教 谁知大奉立国后高祖皇帝出尔反尔 这段历史非常的隐秘 在大奉就算是读书人也未必都知道 狗屁 李绍云淡淡说道 就是 巫神教也配做我大奉的国教 大奉不需要国教 就算是仁宗也不过是昏君流进 他奶奶的 这个贱人胡说八道 雷州人是破口大骂 袁毅压了压手 都指挥使的威望让江湖人士们平静下来 他看一向三花寺的和尚们 多说无意 如何摆脱这梦境 静心和尚看向东方宛容 在场只有他是四品巅峰的梦巫 只有巫师才能对付巫师 东方宛容这音片刻还是那句话 再等等 不久后众人明白其意 画面再次发生变化 山海关战役的场景 走马灯似的在众人眼前闪过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